有很多的奇怪的顧問 我們來看一下 我只能得罪年輕的人 稍微比我年紀 你看起來應該大我大概兩個月 所以我就不敢連理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頁 那個大分類 切診斷可分為怎麼樣的 那年輕人 切診斷至少要什麼分類 大分類你就講 講一下就好 沒有問題 只要講大就好了 這一個是財務保養分期 然後這個財務不外的懲罰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說二分法 我等一下講下來的地方 可能會引發爭論 那你就先饒過我 你就聽我講就好 你不要揉那個紙糰 然後準備丟上來 財務者都沒在像蜥蜴 他照X光 他照一大堆 我今年已經跟楊松同年 我已經58歲了 我們台灣50歲以上 就三年可以每倍見久 奇怪他怎麼知道我那個 即將有糖尿病 你那個血糖值 大於115 等一下有這一張 在你的右下方診斷 每一個東西 像我過去三年曾經高血壓 我是154 95 心跳是84 你不要記嘛 因為那是三年前 現在已經沒這麼樣了 我吃了兩年的高血壓 我吃了兩年的高血壓 我吃了兩年的高血壓